如果他反手当初能够跟张继克能够比较抗衡的话 他就现在比较有点优势 而且从以往的战绩来讲的话 马郎的胜利要稍微高一点 所以这场球对继克的也是抗争 而且这次继克我感觉他前面打到马后面越打越调动 包括对那些一帮小孩他都自己能够叫强 所以继克对这次大循环这个比赛的选拔是非常的重视 我觉得这一看来他撞的是在回升 对于他那些给许星打也表现出了很好的运气状态 所以今天这场球我觉得应该是打的肯定很激烈 另外五十岛在前一段刚刚结束的这个国际评点这些熊野赛总决赛 那场半决赛我看了就是张继克对马龙 实际上呢就最后的结果当然是马龙赢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张继克其实他是有机会有希望的 其中大概也就是有两分球没有处理好一个关键点的时候 没有处理好然后底下就等于拉开了比分拉开了距离 其实有时候对他们来讲的话就说往往就是一两个球 特别特别关键 其实现在大家视频就很差差不了多少 所以说最多上打的九匹十匹都是特别多 那么就看关键球的处理 所以往往就是一个球可能就是招来全场的人都失败了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场巅峰对决 就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 而且张继克是大满贯得主两次世锦赛的单打冠军 这场较量 关键这场较量呢从球路上来讲马龙又有些优势 虽然张继克你看张继克打了这么多次这个大赛的冠军 但是他决赛没有打到马龙 咱们说句实在话他没有碰到全是打到王浩 对不对 决赛没有碰马龙 所以可以说这个马龙呢是被王浩阻击 王浩呢又被张继克给拦住 所以这张继克对于张继克来讲的话 他就是要通过自己的能力证明我能赢马龙 对要证明我不光是能赢王浩还能赢马龙 马龙呢就是通过这场证明我就是我的引力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良心的循环 刚才从画面上看到了中国平方球队的其他的一些队员 他们包括教练员全部都围着这张球台 靠近了这场球台 靠近这场比赛来仔细的观看 当才吴近平教练给大家介绍的非常的精确 就是双方的不同点 他们的风格是完全不同 马龙是速度灵巧 前接 而张继克呢是靠这种高质量旋转 好球 所以极客打开的球的话 他每一百球的质量都非常高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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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红日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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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球 拉住 好球 哎呀 前面两板 季柯的这个正手的进攻啊 对方弧线都很低 难度很大 你看这个球马龙是加质量 季柯都拉得很好 但是突然出机会的时候 好像有一些准备不够足 这球有点崩溫 不规则了一下 跳的时候 嘴巴蹦了一下 吴绕您是这个王浩 马林包括樊振东的教练 也是中国队 现在李小冬教练 如果退的话 那么您是最资深的这个教练了 您就是怎么看待 比如说张继柯 从一个这个一般的运动员 然后在很短的一个时间 就拿到了大板冠 你觉得他的这个拿到大板冠之后 这种性格啊包裹人 有没有什么一些变化 应该说季柯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运动员 而且他的身体条件 他的指数指量非常高 所以他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 有时候突破的话 跟他这个球的实力比较厚是没有关系 还有他的质量高 包括他的正手的实用力相对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从拿完大板冠以后呢 可能就说会有些一点迷失就不知道 大概是自己的这个还有人 这个目标在哪里 这个时候对季柯来讲的话 他能够要要调动起来的话 就比他远的相对来讲比较难 但是呢现在竞争那么激烈 大家拿高颜冠军以后 从大门冠以后大家都瞄着你 那么这个如果说你不比较付出更多的话 你要想保持也是不容易的 所以对季柯来讲的话 所以这段时间 全段时间吧 谁能感觉他投入啊 方面的投资处备好 所以前面有时候 有时候感觉就需要多一些 但是这些都没有感觉 他通过这个十一几秒赛 然后大打冠军以后 就应该慢慢的心态调整 而且慢慢的给他做工作吧 慢慢的也认识到这个 还要继续的往线冲 所以这次调整得非常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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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南队直通的最后一场比赛就是张继科对马龙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获得东京世平赛 依靠着自己的实力在大型循环的比赛当中拿到第一张门票 参赛资格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接着为您带来马龙张继科的第二局比赛 我们请吴敬平指导给大家点评一下第一局比赛 这两位选手张继科马龙的一些发挥和表现 其实刚开始上来应该说机空发动还是比较快的 有几个球打得非常好 其实转折点就是在6比5那个高球 机会的时候那个球印象没把握去 然后后面呢马龙主要抓住了机空他最发球 抓住他这种短球或发这些长球 这样的话就抓住了机空的一个漏洞 机空的机发球里面又频频造成失误 还有被马龙抢过 所以他跟马龙这不摆短的话 这个是马龙的特产 或者他特产 他的特产是反手直接迎起了这个相职 所以由于反手给他撑到最后 他的特产没有发挥出来 所以几个相职里面讲的就显得比较被动一点 马龙就要上手上的比较多 这就是吴景平教练说的张继科 他的反手可以说堪称是最优秀 最顶级的这种反手弧圈球 所以继科呢就想办法把球打简单 尽量尽快进入相职 马龙了只要打他控制变化 在变化当中就早就会进攻 漂亮 这个时候季科没有退盘 他还是坚持速度坚持精彩 所以季科嘛 反正他现在也是在训练里面 这个抽直线 刚才就抽得非常好 就是在训练里面 他也是从那个范正东那里学的 感觉范正东的抽直线 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所以他还在学 很热的家里面有专门的量 就看的话 这是比赛里面的感觉 用的还是不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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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师 我特别想问一下 就是说 张继科从球路上来讲 或者从这种心理上来讲 呃 他和马龙的交手 您觉得 继科 是不是会有一些 触马龙的球 还是说 他其实从心理上 他一点都不怕马龙 就球路上马龙的对他的控制 可能比其他的运动员 对张继科的比赛要更控制更好 是这样的 马龙他主要打张继科的话 他主要是一个发球 发球的话 他是一个针头短 一个反球长 他这个球的话 对机克撑得比较大 而且他 机克当他 机克发球他跳过来 拧的时候比较不高 他拧的不高的时候 马龙他是 以正手为主的 所以拧不高 他基本上车身 直接正手拿你 所以这个样 就对这个 机克的威胁相当大 你看一般情况下 机克一领 都是凡手给他对 对 这个时候他反对他的 白手的相持是强险 就这个球是吧 对就是这个球 就是这种球 他那时候马龙基本上 都是侧身对着他 所以他这个压力很大 有时候都给他打了个长球 然后打相持吧 马龙对机克的相持 还比较适应 所以他有时候 经常跟机克能打出很好的 这种白手的相持能力 所以说对着的话 机克压力挺大的 好球 好球 其实那个球 机克很没接好 抽个蛋糕 对马龙队落点没拉好 所以机克八个蛋糕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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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般人给马龙打的时候 主要是他这个发抢 发球的变化 所以给人压力很大 一会儿长的 一会儿短的 一会儿真摄 一会儿反摄 一会儿小三角 而且他发完球的变化 正是抢够为主 所以给对方压力很大 对 好球 这一会儿 那机克的球呢 就是说他经常能够打出那个 超出对方想象和范围的球 对 他比较球比较生冷 他的球 机克主要是什么 他的这个腿上启动很有劲儿 他照顾范围很大 爆发力强 所以一般人调到可能晃都够不去 他也够得去 对 你看他球去那当一下 这种事情 质量非常高 对方想象不到的 突然爆发 大龙加油 撕必发 其实我也在想 就是说运动员 为什么这么重视 这个直通的比赛 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拿过各种各样的大赛的冠军 但是直通的比赛 他们特别的注重 因为这是一种好像对自己荣誉的一种 一种体现 对 对 其实大型黄 对对大型黄是最难打的 而且他对你的精力 体力 要求得很高 所以如果说 对对你认识的时候 能够站在最久 能够打大型黄冠军的话 说明你的整体实力还是在那里 所以一般的人 不太容易包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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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介绍张继科和马龙的第三局 最后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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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柯这一手 逃打季柯这一手 其实处理得不错 但是季柯那几个球全被他封住了 所以一下在相识里面 季柯又有拿几个球 处理得非常好 所以就站在准备了 这两位选手平时在队里面 就是说他们从身体素质上来看 比如说长跑啊短跑 谁的身体素质更好一些 应该整体来讲还是季柯谁的好一些 身体素质 对 季柯是短跑好还是长跑好 因为短跑比较好 长跑都一般 都一般 它的爆发力比较强 长跑马路比季柯还好 看得出来 从这个肌肉类型上 比较轻松一点 对 而且它的毅力可能更强有时候 非常注意磨练自己 这都是机会 很关键的问题 所以对现在打11分以后 这种每一个球 你都不能轻易的 这种机会球都不能轻易丢掉 如果你是内部所有的 你都不能轻易拳 刘宇 Axel 来 走 出力 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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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马龙这两个球发起非常明显 一百点了 他在百点让他给你冲打 你已经比你手 捗人就捗拿了 这个球威胁挺大的 而且他有个老底线牵制住你 你这盘你们的知道没那么高 他就有机会 不知道您在中国平方球队 有多少年了 91年到现在 81年到现在 20多年了 不知道您一直在南队工作 带了这么多队员 接触南队的这种生活的氛围 各方面感受是最深的 我始终认为 南队有一种兄弟情意也好 队员之间一种良好的氛围 不管谁是当红 或者谁是最核心的人物 谁是领军人物 感觉这种氛围特别好 您认为中国平方球南队 他们的最成功的一些 核心的原因在哪 我觉得这个队伍 我觉得主要是 大家都是免成一个守护 但它竞争是一种养性竞争 就是说你比如说 队员之间有什么缺点 有什么问题 都是大家共同的解决 比如说是你的队员 我就不管了 我的队员我就不管了 比如说看到对方的 有些问题 然后教练之间互相沟通 然后国粮呢也是得方便一身 都基本上都给大家交流 所以整个队里面呢 就是说 团结 比较很团结 就是发展从工业出发 从整个全队里面出发 意义出发 对 都很少考虑过 也就是说全队赢了 你猜想好 你个人赢了 全队收了也没用的 所以这点上面 这么多年的 一直比较强到这一点 那个集体主义精神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做得非常好 特别我看到 你看王浩结婚 马林结婚 这个马龙 张继柯 许欣他们的表现 特别力挺 这个 都是能够参与在其中 帮他们很多的 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就是说 队友之间的这个情意 太重要了 对 包括我看 就是张继柯 和王浩之间的关系 也是特别和谐 两人真正的 就做到那种 英雄 清新相惜 这一点的话 一定这个国梁 当主教练 当总教练 一直都对 对对人的怪术 是非常重要 对对 这么要求 在这一局已经打到了 非常胶着的一个比分段 7比7 5-3上的第三局 也成为了整场比赛的一个 最关键最重要的 一个风向标的一局 他在马龙发个长球 一发长球 车身给你抢功 这个球 你稍微处理不好 他一传他就在拉你 所以这个对方 也比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因为不敢轻易变正手 对 变直线的时候 也有风险和难度 好的 张继科抓住了 马龙发球 露台的一个漏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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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被鸡肾算了 所以打比賽裡面就是大家兩個運動員在關鍵時刻就是猜對方 是什麼會打就是一種心理的教練 漂亮 加油 這個球馬龍也非常果斷 他看見雞柯第一個球晃起來被雞柯測身了 所以這個時候馬上就調到正式 雞柯這個磁磚也已經測身了 又被馬龍算到了 不相同之間都在算對方 算到之後都能做到 對就是鬥志鬥有嘛 就看誰這個是 既然算到而且出手還要果斷 你要算到了出手不果斷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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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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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